整個開完恐怕要到6號 不過這川普好像真的蠻有信心的 雖然還在處於劣勢的狀況 但是他在選舉日當天的凌晨 他就在白宮發表了演說 他還宣稱自己會慎選 不過同時他也是有一點點遲疑的 因為他說要請最高法院停止所有的計票 而拜登正是說他們朝著慎選之路前進 眾所期待的大選之夜 美國總統川普在夫人梅蘭尼亞陪同下 在白宮發表演說 川普一開口就感謝美國人妻子和家人的支持 同時感謝副總統彭斯 並且準備好去外頭慶祝 川普在談話中不斷提到許多搖擺州 尤其是擁有全美第二多選舉人票的德州 原因是本次選前有多家媒體把德州列為搖擺州 因此順利拿下德州38張選舉人票 川普仿佛吃下定心丸 本次選舉即便沒有像四年前拿下306張選舉人票 不過川普仍然穩住基本盤 投票前一天川普接受福斯專訪 也對自己連任信心滿滿 4號凌晨川普在推特上表示 我們贏面很大 發完推文後川普在白宮演說宣稱 本次大選有重大舞弊 還說這是對我們國家的羞辱 因此川普將訴請最高法院下令停止計票 並且裁斷選舉結果 記者葉立委 綜合報導